好 那是车子 要在里面 车还在里面 轿车侧翻躺在路中间 女驾驶受困车内爬不出来 还OK吗 电关掉 电关掉 救护人员先确认女驾驶的状况 接着从这里成功救援 不要发动哦 你先开电 然后看天窗能不能打开好不好 夫人被救出时一脸惊魂未定 一次是因为大雨视线不良 导致失控 自种露宿 眼不舒服 撞大也是不小心的 我不知道啊 不小心多时就撞大 台中也有名外送员 凌晨经过路口时 喊载着客人的计程车 发生碰撞 汽车的安全气囊爆开 车头损毁 机车零件四散喷飞 留下大潭血迹 其实是送医及救人伤重不治 外送员送医不治 警方说当下双方都是绿灯 应该是未减速 未离让 酿成死亡意外 有林医生警辰中部综合报道 也有些计程提高 两个人的时候